我今天要是女的 他就叫我把衣服脫掉 要誠意道歉 要把長輩請出來 那他其實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他常常看到人家的對賬單 我相信這個社團裡面 最流行就是PO對賬單嗎 今天賺了多少 你今天賺了對賬多少 這樣PO出來 其實我想跟大家講 對賬單有很多方式 比如說簡單的 我A賬號跟B賬號各一個 對 他今天A賬號賺錢拿A賬號 B賬號賺錢拿B賬號 對不對 有賺錢就偷有賺錢 而且反正很多人會怎樣 很多人 要做這個對賬單的時候會怎樣 他會把他的賬號遮起來 我不知道你在遮民國幾年 民國幾年了 所以你把對賬單遮起來 你把你對賬單的賬號遮起來 你是要幹嘛 就是不想讓人家認出來那個賬號 其實你就要勇敢 如果你是你真的很厲害 你就應該把對賬單秀出來 應該把賬號秀出來 不要怕 他們會說 我怕我進出 會讓大家知道這是我的賬號 不就是你很厲害 所以你更要讓人家知道你的賬號嗎 你甚至你要找你的營業員出來打包票 對不對 因為你要告訴人家什麼證券什麼賬號 對不對 你不用怕人家跟單 對不對 那所以要做的方法很多 但我們覺得不會去修改對賬單 這麼淺 現在對賬單要改 這個大家都很容易 很多方式 很容易分辨 但最簡單就是用A跟B賬號 對 期貨也可以 A跟B 所以我 我們以前我還沒當頭褲的時候 我們Youtube 我在Youtube的時候 我也有公固過賬號 對 我們就很乾脆就沒有在遮的 對不對 就大方PO出來 對啊 因為一個人會知道 對啊 當然是這樣 所以你要去檢視對賬單 很多人喜歡PO最賬單 可是你要知道PO最賬單這個動作 很容易在他賺錢的時候 你很少在看到有人賠錢的時候PO最賬單 很少 幾乎沒有吧 幾乎沒有 如果只是PO最賬單告訴你 我有買 然後我有買之後 然後就是要讓你去追高 那可能你要思考一下 這個大概是社團很多的東西 所以社團當然是有好社團 教你很多方法 我覺得一定有 一定有 一定有 但是有很多社團 像他這邊還講到 你注意看 他說什麼 後來IVY說他又發現有些人會在上面報名牌 跟瘋的人就會說 哇 好準喔 其實你在深入一點研究他報的名牌 你會發現一天的成交值 甚至不到500張 每一檔的掛單大概十幾張 報完名牌 咋個幾天 拉沒幾天 一天就疊回原型 這個其實很常見 我們剛才講很多種 社團有這種方式 社團就是有這種 大家提供很多意見 可是每個人意見成本不一樣 所以他的意見 不會是你的操作的方法 你要去審慎你自己的成本 第二種的方式 就是對賬單的 那對賬單你要去看 他對賬單 O不OK 再來第三種就是這個 這個是最惡指的 前面那個兩個 我都覺得還好 因為人也是會看錯 第三個就是要放人家抬交的 對 你那個成交量 真的很小的 莫名其妙 你知道嗎 你社團如果養了幾萬人 也去叫那種小股票 要幹嘛 他可能就買好了嗎 就等著你抬 等著你抬 發個文章告訴你我買進 對 對不對 然後我再發個 這個 反正就是對賬單 那有的 跟有的社後不理 搭上去了 我賣了 我有講 你們怎麼都沒有出 類似這樣 你太晚講了怎麼出 那這種也沒有叫詐騙 心甘前彎 人家也沒詐騙你 人家只是把他的操作心得公佈而已 只是我覺得說 你們自己要判斷 就是成交量太小的股票 盡量不要去碰 因為台北股是有1800多張股票 1800多檔 那為什麼一定要弄小股票 大股票其實很ok 對不對 這是要去思考的事情 因為這種的社團 他其實目前沒有法律規範 對不對 那你自己受傷了 你就直接 然後你他如果賠錢 他也不需要出來道歉 不像我嗎 我股票一賠錢就要出來道歉 只差沒有怎樣 把衣服脫掉 我今天要是女的 他就叫我把衣服脫掉 要誠意道歉 要把長輩請出來 但是我沒有 你不要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要自己去看一下 有時候 我跟你講 你去研究一下 社團推的股票的分點進出 你會發現 好像就是有一些問題 大概是這樣 那現在人誰沒有社團 小編你好像就比較沒有在加社團 董哥我沒有 從我以前十幾年這樣認識你 你比較少社團 群組也不多也很少 對 可是董哥 我以前都直接看頭褲老師 哈哈哈 直接看他們的節目 哦 你都看 你都 你以前都看頭褲就對了 直接看頭褲老師 小編現在是說以前 以前以前 有人說 YILIN 抬轎也沒關係 會一直噴就好了 哈哈哈 對 抬轎當然沒關係 會一直噴 因為大家在抬嘛 對 就是在賭誰當最後一隻老鼠 對 如果你能夠 所以有些人會搶在 我就是要第一時間去抬 哦 可是你要走的快 那手腳很快 那手腳很快 如果你抬完了 你發現 你要去 你隔壁的阿花要生小孩了 你要去幫忙他生一下 你來不及 來不及 哇 所以還是要注意一下 好來 再來 你說你看頭褲哦 我都看頭褲 以前你也看頭褲老師 對 就是以前嘛 然後咧 就 你從早看到完 沒有從早看到完 你們從8點半開盤 然後一直看到晚上1點還在看 然後睡起來再繼續看 睡起來再看 24小時這樣 欸 你們知道以前 以前小編看頭褲很誇張 欸 他就隨便都會講出 哪個頭褲現在在優惠方案 對 哦 哪個頭褲現在在推年中方案 他現在又表演漲停板 然後 哦 然後就說 欸 董哥你知道那個頭褲哪個股票漲停板 對對對 哦 當然這是他以前 他還沒進來頭褲的時候 他瘋了 有人說你瘋了嗎 對 我就問你 你從一天到晚 你看這麼多節目 你一天會吸收到幾檔股票 哦 超多的 那個資訊有夠雜亂的 而且是很雜 很雜很雜 每個老師講的不一樣啊 那我猜你最多接觸到的訊息 應該是漲停板 對 你看今天這檔又漲停板 明天再來 你看又一根 再一根 最後一根 我們的會員就這樣賺三四十趴 你要不要來 趕快加入 那漲停 欸欸欸 欸 你現在 你現在在投顧業哦 你這樣是詆毀我們同業哦 那以前啊 以前啊 現在生態改了是不是 對對對 現在 欸 你不要亂講 你不要詆毀我們同業 好不好 不要詆毀我們自己 可以嗎 但是你以前是這樣 我以前 哦 其實哦 他看投顧老師的用意 也是為了要拿名牌 對 你以前看投顧 因為你覺得他很準嘛 對 所以你要拿他名牌嘛 這其實跟很多人加入社團 跟群組一樣 欸 說到群組 你知道那個Nine哦 Nine有分群 一種是群組 一種是社群 對 社群是很不OK的哦 社群是怎樣 Nine的群組是 你這個人 你要用你 就是一樣是本人的帳號進去 對 你的Nine社群哦 他人可以很多嘛 你可以匿名啊 可是社群可以匿名 照片也可以換別的 那 譬如說我就可以改 老王你好帥 就加軍 你覺得 哦 那你一定被 你一定被申請通過的啊 我是老王 哦 所以社群 哦有人說他是叫 色色的群組 哦 那個我們簡介私有家啦 哦 社群 那有社群啊 那種 欸你都 你都不知道來源是誰的 然後大家亂講 你會相信 其實加入群組 哦 就那群組 有很多的人來邀請過我加入那群組 邀請我 因為他覺得說老王 如果你可以來加入我們群組 我們自己的股票討論群組 如果你可以來加入的話 那我們會彭幣勝輝 哦 那我跟你講 我就回他 我沒有再加入股票群組 你看 很多人想要求上車 老王的群組 不然你是Teregrine還是Nine 我都沒有的 為什麼 我要那個群組要幹嘛 一堆人在裡面 到底龍蛇混雜 你能學到什麼東西 一堆人腦子不知道 這是他心中的想法 不知道是善念還是邪念 然後在這個群組裡面 這麼多人在裡面 你要 我覺得啦 做一個公眾人物 你要怎麼控管那些人很重要 你要怎麼防堵 類似詐騙或類似騙人上車的情況 在那個群組發生很重要 而且現在詐騙越來越多 都是這種手法 那群組在裡面 詐騙可不可以透過群組 去邀約其他人 可以 可是我管不了那麼多 所以我沒有任何群組 我沒有任何社團 因為我管不了那麼多 那我就杜絕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還有一種群組 我要講的 一種群組是最可惡的 什麼群組 只推單一股票的 就是說 這個主要就叫某某股票群 你一進來 我就推這張股票 我一直告訴你 比如說這個產品有多好 上看多少 我一直告訴你這個疫苗有多好 未來這一檔疫苗就會漲到哪 我每天就貼這個疫苗新聞 我每天就講這個產品的新聞 都是最惡劣的 因為他就是怎樣 一直在Promo 就是 是有可能想要來 推這張股票 那這個也不是在群組遇到 這該很多地方也會遇到 很多的留言區也會遇到 對很多 我是覺得這個 你要加入群組或社團 有些人都覺得說便宜的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要浪費權去加入投股老師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 你真的不用加入頭褲 我從來不會逼著你加入頭褲 我跟你講 我現在認真講 真的你不用加入頭褲 真的 但是我在幫你過濾你的資訊 就是你不加入頭褲 OK 因為你覺得你自己很OK 那我覺得很棒 因為每個人可以自己選 但是你不加入頭褲 但是你的資訊來源 是從奇奇怪怪的社團 奇奇怪怪的群組 那我就覺得 那其實沒有比較好 對 因為你吸收到太多 我跟你講 一個人的時間 一天二十小時就那麼少 你要把時間花在你該花的地方 尤其你要收集資訊 你要集中鎖定你要收集資訊 你每天幾次檔股票 你真的怎麼能夠消化 注意力也是用財富 對啊 哎呦說得好 注意力是有財富 那我們現在講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 另外一種是詐騙的群組 詐騙的群組就不行了 就是完全是違法 就是 他是假見 他是某某老師 教你拉群組 講說我是某某頭顧 然後我現在某個股票要申購 這種就詐騙 那百分之百不要加 我想不懂怎麼還有人會加 我們這一集不是要做頭顧 說你加入頭顧 大可不必 真的不必 但是有些免費的 你要去思考一下 那個是真心對你好的嗎 或者是你只是那麼多韭菜當中的其中一個 王以龍老王 疾苦會頭顧 於所推介分析之特別有價證券 無辜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审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